暖暖運動公園內 這座藍黃鄉間的超長溜滑梯 小朋友親自體驗一下快感 但不少民眾反應 滑到中間就會突然卡住 還得自己扭動身體才能夠前進 溜滑梯滑到一半突然卡住 原來這裡是卡關的地方 斜度較其他的區段低 容易卡住 還有小朋友穿短褲 大腿容易摩擦發紅 坡度可能是夠 可是真的可能是不夠滑 此外家長也反映 沿著山坡設置的攀爬網 黑色的鋼管在太陽下越來越燙 一不小心很容易燙到手 就用室暖暖運動公園 25公尺長的溜滑梯 6月才正式啟用 很受到歡迎 家長開心之餘也提出了建議 坡度真的蠻陡的 滑下來如果沒有按照規矩的話 是可能會發生碰撞 一個追撞一個 速度太快 對對對對對 所以也可能造成他 本身設計就是不滑的原因吧 對啊 然後還有就是小朋友在玩的時候 褲子也有關係 公園這邊的那個溜滑梯啊 比較不滑 那有些小朋友覺得說 溜下來的時候 他中間比較有點卡卡的 比較不滑 但是因為草莫那邊是說 白色透明的地方比較不滑 是為了讓孩子不要一次滑太快 一次到底的話有點危險 但是其他地方的話也沒有到非常滑 所以我們議員這邊 敏軍這邊有建議說 其他地方那至少可以上一點防滑蠟 讓他其他地方快一點 在白色透明的地方的時候 可以止滑一下下 但至少有一個溜滑梯有個速度 反而是擔心一開始就弄得太滑 會有危險 那既然民眾有反應說不夠滑這樣子的話 我們今天已經有先在上面噴灑一點肺子粉 那有請小朋友去試滑 的確是滑度是夠的 那長期的部分的話 我們又請廠商來進行一個打蠟的動作 那就可以改善他這個不滑的情形 那有關於黑色攀爬網會過趟 在高溫下會過趟這個部分呢 我們目前有請廠商評估 是不是在那個黑色網架的部分 包覆像是泡棉 或者是防撞墊的材質 或者是以塗油漆 市府教育處聽到家長先生 立即做出了回應 將在六花梯內撒上廢紙粉 再請廠商打蠟 而過趟的攀爬網 將會進行改善 讓孩子安全開心的玩耍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